從陳水扁開始 到蔡英文 到賴清德 全部都是台獨路線 不要去任何混淆 第二個 這個問題其實在問的是說 你選的是中華民國總統 如果你選的是中華民國總統 那你遵不遵守中華民國的憲法 那你知道中華民國的憲法是什麼 那當然就跟賴清德原始的信仰 台獨是背道而馳 因為中華民國的憲法 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就你沒有台獨的空間了 還有你要當中華民國憲法 產生的總統 你第一個要維護的 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記得最清楚就是 李登輝在修憲的時候 修憲修什麼 修憲修就是 中華民國的實際管轄權 只有在台瓮金馬 對不對 那意思是什麼 大陸的管轄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後來還有蔡英文再去講到說 中華民國憲法跟九二共識的這些關係 他去否定這個關係 其實它是一體的兩面 一體的兩面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講的就是 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 那中華民國的實際統治權 也就是治權 急於台瓮金馬而已 九和公司談的是什麼 也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有一個關鍵 我不曉得我的認知會不會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 不太清楚 但是我認為我認知是清楚的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並沒有承認 中華民國的治權 可以急於台瓮金馬 他認為大陸跟台灣 都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實際的管轄權 但如果這樣的話 那李登輝修憲 修憲之後 他要兩岸進行這樣的關係 他是不是要跟中國大陸來溝通 他要溝通的話 當然就要有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裡面模糊的一點在哪裡 就是並不談到實際管轄權的問題 其實縣長你完整參與了我們這六集節目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法理上的這個問題 我們在第一集其實翻來覆去 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也提醒線上所有的同學 建議大家把第一課再拿出來複習一下 你的觀念可以完全釐清 但是我比較覺得可怕的是 因為賴慶德用了災難這兩個字 所以我就說真理越變越明 變到最後他大概也急了 那他的背後可能有一大群 我不知道是台獨勢力給他的壓力等等 所以你看他的說法 把中華民國不管他是不是口誤 當作兩岸的護國神山 是和平呢 還是災難 大家知道他心中的答案就是災難 那個災難是對誰的災難 對台獨分子的災難 所以你怎麼看待 當然後面有很多的這個 大家各方的詮釋 包括這個郭正良 郭委員 他認為這就是賴慶德的真心話 賴慶德真心話 也就是說你只要承認中華民國 你只要承認中華民國憲法 對他來講 對於可能勝選的 未來的可能的賴慶德總統來講 那叫做災難 所以他帶著這個災難的包袱 萬一他執政的話 你覺得呢 其實賴慶德從頭到尾都認為說 中華民國憲法是阻擋他去推動 台獨的障礙嘛 所以你如果承認中華民國憲法 當然你就沒有辦法推動台獨了嘛 那當然就是你民進黨 主張台獨的災難嘛 這第一點 不過我覺得 這個中間賴慶德跟蔡英文 還是在演戲 他們從頭到尾還是走台獨的路嘛 那只不過在選舉裡面 去講一種說法 怕選票跑掉而已 那實際從頭到尾 他把大陸就當作是敵國啊 他也不承認九合共識 當然不能承認中華民國憲法的 一個中國的原則嘛 所以這個災難說 從頭到尾就是賴慶德心裡的緊張 憂慮 你能夠理解他講了災難之後 這些這個台獨森綠派 他們的興奮感嗎 當然啦 當然啦 因為賴慶德最重要現在的原因 就是要鞏固 基本盤 基本盤嘛 他如果基本盤鞏固不了的話 他會輸掉嘛 所以這段條話是講給基本盤聽的 是的 我從頭到尾都認為 蔡英文也好 賴慶德也好 所講的話完全都是在作秀 完全就是表達 表達他對選票的憂慮 他說目前台灣運作的是憲法徵修條文 是以台灣為發展中心 那當然憲法可以團結國人 要尊重啊 但是要用來解決兩岸問題 這是另外一個層次 但是他是不是忘了 我們的憲法徵修條文第十一條 就是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然後這個人民權利的義務關係 其他事物處理要以法律特別為之 那這個法律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 但是他的第一條是什麼 第一條的第一句話就是 國家統一前888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賴慶德 對於憲法的理解 還有對於這個 憲法徵修條文的理解 因為他特別提到了 這是他過去論述當中 比較沒有這麼細節的 他是非常清楚 民進黨絕對很清楚 中華民國憲法的徵修條文 非常清楚 但是他要否定 你認為他是理解的 他是理解的 他是要否定 因為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是他沒有辦法去碰觸的 一個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第二個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大陸也是我們的領土 只是管轄治理權 是我們在台 我們金馬是屬於中華民國政府 他沒有辦法去推翻這個 因為憲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那你如果你要去變更國土 你要去走台獨 那你走立法院過半 然後你去修法 人民同意 過半同意就可以了 他他不敢 所以在這個選舉裡面 這個問題讓他自曝其斷 所以他召集了 他就一定要講成一個災難說 但這個災難說 其實清楚楚的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一直下來 他自己的錯誤的信仰 他的偏執 以及他只要為了爭取他自己的選票 他會不擇手段 去講出一些錯誤的話 我覺得大陸看到蔡英文其實有兩點 有沒有敢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其他的問題講到憲法 講到法律 講到兩岸的關係 大家都會覺得一頭霧水 因為各說各話 就會覺得很模糊 但是到底對於民進黨這種貪腐 會影響到多少人的投票行為 這是我覺得 這是好問題 因為像過去陳水扁的貪腐 他就說這是要作為台獨建國基金的 對 這個部分很多人相信 對 很多人相信 但是我跟你講 相信的人還是民進黨的基本交易牌 所以陳水扁之後就馬英九當選了 那我覺得這個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但是現在台灣的社會 媒體跟網路跟一些 這些宣傳的統戰的工具 都操縱在民進黨的手裡 所以每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他就有其他的 其他另外的說法來掩飾來遮蓋 我舉個例子最簡單 就是說擺脫對大陸市場的依賴 講一個石斑魚的故事 不是說石斑魚出口的比例增加了 不是靠到大陸 可是看一下確實的數字是什麼 銷到香港大概是8408噸 後面還有增加可能會到1萬噸 銷到日本是多少 7公噸 他說他增加了多少比例 銷到美國是多少 100公噸 但是民進黨可以用一個比例來講說 我比去年增加了多少 我對大陸的依賴已經減少 因為我是銷到香港 可是香港80%是銷到大陸 這個中間就是民進黨騙人的技巧 我覺得在這次選舉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戳穿民進黨的謊言 民進黨會怎麼騙人 但是各位 我覺得大家還要再想到一個關係 民進黨不是在全世界都講 他是最反貪腐的 最反這個侵犯人權的 最反對那個政府去迫害言論自由的 那為什麼美國的政府從來對民進黨政府是姑息的 從來不提 知智不提 這個很奇怪 你這個美國的價值在哪裡 你要求國際社會上的原則在哪裡 沒有這個標準 那結合剛剛各位講的 其實不管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在台灣許多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 或者有影響力的人 是不是都受了美國人的壓力 或者已經變成美國人的工具 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在台灣 我們自己要檢討的事情 我回過頭我要再問一件事 就是那美國人對台灣的選舉到底有沒有介入 你們美國人自己心知肚明 我覺得不要用那些文章去看好 不要用那些派來台灣的人來談就好了 美國在台灣的AIT基地為什麼要做到這麼大 還有一個我以前在做立委的時候 我有一天問警政署一個問題 我說為什麼有很多的警車停在路邊 是閃著光但是沒有人 我當縣長之後我也問我們的警察局長 我說你們為什麼老是有很多車停在那裡 這是嚇阻的作用 我們只要有一部車停在那裡 大家看到之後就不敢做壞事 覺得有警察在這裡 那我覺得這些事情就是美國人在做的事情 最近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在街頭台灣街頭有蠻多的人 年輕的美國人是短頭髮 走來走去的 他是在街上走來走去 我還看過排兩排這樣走出來 這不是軍人還是商人嘛 對不對 還有一個我在講就是美國人不斷地去給一些壓力給台灣的政治人物 甚至跟台灣的政治人物去了解到你的立場是什麼 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我剛形容的 建警車率 建警率就看到以後讓你有一個壓力 讓你知道你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受到什麼樣的控制 至於說我覺得美中關係對台灣是有絕對的影響 但是美中的關係也絕對不要忽略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是美國的敵人 因為他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 中國是美國的敵人 所以要運用台灣這張牌去對付中國 這個是美國不會變的策略 那如果瞭解到這一點的話 選舉裡面你該怎麼選 該怎麼投票 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件事 不只是選舉 我覺得台灣的人民要能夠有豐富正確的資訊 了解到台灣的處境 了解到台灣應該走什麼樣的路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 大家來談 從不同角度來談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未必買來購 O 7 besides 一下 注意 愣